负责跟国外民主国家做民主交流的台湾民主基金会 上周新任董事长苏家全才上任 而执行长黄德福却被爆料说 在卸任之前花了大钱来举办毕业旅行 民进党立委陈廷飞就质疑 在这个时候花大钱到国外去参访 时间上起人疑斗 看到镜头拍摄 民主基金会执行长黄德福刻意避开 由前基金会董作王金平指派的他 不但没有跟王金平共进退 刻意延任到五月底 还被爆料花大钱办毕业旅行 那他所说的是外交 可是我们认为好像跟我们民主基金会的宗旨 还有他的任务好像不大一样 所以我们认为说这个时间点 好像会让人家起疑惑 要同进退的人实在不宜 在看守的时间去做这么大动作 立委质疑声浪不断 看看黄德福选在五月卸任前 现在四月一号 率团参加日本京都景观论坛 谈地方治理 跟民主基金会终止毫不相关 还要花费八十万 五月更要率团到多米尼加官选 也要花费一百九十万元 听不清楚啦 那那个还是我方便用 还是你们 如果出国的行程跟外交工作没有关系 对台湾没有帮助 那我们也会来了解 执行长的人选随时都可以来做调整 但是整体的政策 要配合新任的外交部的工作 会比较顺利 新人基金会董事长苏嘉全将检讨黄德福的参访行程与人事案 预计最快四月就会提出新任执行长的人选 明星新闻综合报道 明星新闻伤区